大家午安欢迎收看今天7月22号礼拜四的午安您好 台事新闻 头条讯息带大家来关心到烟花台风持续的归宿前进 气象局也针对八线市发布了豪大雨特曝 其中可能会首当其冲的基隆虽然现在还没有太明显的降雨 不过基隆港上午涨潮 海面差一点越过堤防 港区赶紧固定军舰防台 虽然只有间歇性的降雨 不过基隆外海风浪已经逐渐增强 在外木山海岸共出现了4.5公尺的浪高 甚至有大浪直接越过了防波堤 基隆海洋大学理工学院旁边一早出现间歇性大浪 海浪不断卷起拍打防波堤 激起大片水花 海水直接越过堤防 画面转到基隆外木山海岸 长浪不断拍打 虽然台风还没登陆 但已有明显强风 海面一度出现4.5米浪高 大五轮沙滩更是因为大浪不断卷上岸 沙滩出现大量垃圾 机械都不能用 只有用手工做 浪会打到的地方我们不会去听 烟花台风归宿前进 气象局针对八线市发布豪大雨特曝 可能会首当其冲的基隆 虽然还没出现明显降雨 不过在基隆港上午适逢涨潮 围向港湾海面几乎就要越过堤防 就怕强风好雨袭来 基隆港区不敢大意 一找工作人员就赶紧固定军舰 提前防台 画面转到大五轮溪附近住户 淹水淹道怕 早已先准备沙包 有些店家则是安装防水闸门 烟花台风陆见鬼绝多变 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 也可先做防台准备 以防万一 记者蔡志恒近隆报道